曾經恩愛的婚紗照 現在臉塗黑絞碎 當家偶變怨偶 那些金裝版的相本 變成沉重累贅 要拋下切割 大陸河北的廢棄物處理業者 在低迷經濟中找到藍海 原本是北京的上班族 離職之後投入了相對辛苦的廢棄物處理 但是時機對了還是能賺錢 另外還有他 我擦一塊玻璃只要三分鐘就能搞定 然後能保證它又乾淨又透亮 然後上面看不到一點就是灰塵 有南京大學資工系學歷的大學畢業生 現在來當個家鎮小哥 我以前做的白領工作都比較枯燥 而且局限性非常非常大 然後感覺又非常舒服 擦玻璃擦地 不用大學學歷也能投入的清潔工作 為什麼會開始吸引這群通通都是00後的年輕人呢 就是感覺很自由 同時也就是非常愉快 然後我喜歡這樣輕鬆的工作環境 他們主打自己是高端家政團隊 要顛覆大家對清潔打掃業的負面刻板印象 你好小藍生管家 穿著制服鞋套一整套專業清潔工具 擺好之後有條理的幫你大掃除 團隊雖然年輕但是有自己的想法 重點薪水也比之前吸引人 我所說的5K也只是最低端的最基礎的 如果說你晉升到這個領隊 那麼你的工資可能會達到8K 還有各種的說福利或者說這個提成獎金 大陸約有4億人屬於藍領階級 環境在改變薪資也在改變 10年前白領平均收入是藍領的2.4倍 10年後差距縮小到只領先1.4倍 而以張偉博的案例來說 做打掃清潔賺的比做辦公室還要多 現在月薪人民幣8000塊錢 比之前還多了3000人民幣 就是不能一直就是把薪放得很高 然後不願意去腳踏實業去做 我覺得這樣才是可恥的事情 對他來說不會失業還能有相對好的薪水 更重要 因為大陸最新公佈8月份16到24歲的 勞動力失業率為18.8% 比之前上升了1.7個百分點 連續兩個月上升 而且也創今年以來的新高 25到29歲之間的失業率則為6.9% 也同樣比上個月上升了0.4% 這時候有工作比沒工作好 大陸的青年失業率在經濟低谷時期是難解的困境 癥結點還是在和經濟資本捆綁的房市 依舊沒有起色 原來的新房就是因為相當於四百勞地 現在的新房包括中央空調 包括精裝修 這樣就省了好多好多麻煩 以北京來說過去一年之內有過九次房市政策為條 降頭期就換新放寬貸款條件 但問題是持續的供過於求價格下跌 而且還沒到底 何時才能觸底是個大問號 美國避險資金天王達利歐就警告 這可能會是中國大陸的興衰關鍵 達利歐警告這可能像是日本會陷入停滯通縮 現階段看起來是以拖待變等待轉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